大家好 我是美珍 我国新冠肺炎疫情持续严重 过去三天 确诊病例不但维持在1万宗以上 数字更是一天比一天高 如今累计确诊人数冲破88万大关 卫生总监诺西山表示 国内感染率激增 其中一个原因是来自戴尔塔Delta变种病毒的传播 而让人感到震惊的是 Delta病毒只需要15秒内就可以传染他人 我国自从延长国家复苏计划第一阶段后 冠病确诊人数一度在攀升 从6000多人增长到13000多人 在7月份短短的半个月里 多达128803人确诊 这相等于每分钟有5.9人感染冠病 我国卫生总监丹斯里诺西山表示 确诊病例飙升与病毒变种息息相关 尤其是传染力快速的Delta变种病毒 在这之前普通的新冠病毒会在与确诊者 接触5分钟 在人身距离少于1公尺下被感染 但是Delta病毒却可以在短短15秒 通过空气传播他人 根据卫生部最新的数据显示 我国已经鉴定67宗Delta病例 除了吉兰丹和霹雳之外 全国11个邦州和3个联邦直辖区 都出现了Delta变种病株的病例 而且截至本月4号 单单是上拉越古近就累计17宗Delta病例 Delta病毒是目前为止 适应能力最强的变种病毒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信息 Delta病毒在去年12月 第一次在印度被发现后 目前至少在110个国家和地区迅速蔓延 包括我国 许多国家也因为这个变种病毒 被迫延长或重新实施限制措施 更可怕的是 感染Delta病毒的症状和新冠病毒并不一样 新冠肺炎疫情从去年大规模爆发后 已经造成全世界将近1.9亿人感染 新冠病毒确诊患者一般都会出现 发烧 头痛 嗅觉味觉消失 腹泻等等的症状 然而Delta变种病毒的症状表现 却更像患上重感冒 根据英国最新研究表示 Delta病毒首要症状是头痛 其次是喉咙痛 流鼻涕 发烧 咳嗽 而原本常见的嗅觉丧失 甚至不在前10名的症状中 而且不一定会发烧 同时研究表示 在接种一剂疫苗后 Delta病毒的症状依据次序是 头痛 流鼻涕 喉咙痛 打喷嚏 持续咳嗽 然而在接种两剂疫苗后 依据次序症状则是 头痛 流鼻涕 打喷嚏 喉咙痛及其他 从报告中可看出 感染Delta病毒后的首要症状是头痛 不过在接种疫苗后 打喷嚏也被当作为判断 是否感染Delta病毒的重要依据 无可否认 现阶段是我国爆发疫情 一年多以来的高峰期 在Delta变种病毒来袭下 我国能否战胜 目前还无法下定论 不过诺西山强调 积极接种疫苗 是遏止病毒传播的方法之一 同时劝请民众戴上双层口罩 以及避免出现到人群拥挤的地方 谢谢收看 我是美珍 更多的新闻资讯 请继续留守陪伴着你的TFM 感谢观看